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全球這一回合的軍備競賽的過程當中 不僅僅是各國增加國防預算 同時很多惡規的武器 也遭到全面的淘汰 現在全世界面臨到的壓力 就是軍備競賽不斷的升級 不斷的創高峰 而且核武的威脅也不斷的在升級 而這裡面最關鍵的 推波助瀾的加速者 就是習近平和普丁 根據斯德格爾國際研究所 和平研究所的研究 已經連續七年 全世界的軍備不斷在攀升 2020年的時候超過了兩兆美金 但是2021年的時候 已經到了2.1兆美金 那今年2022年還沒算 可是你看因為烏克蘭戰爭 各國又增加軍備 而且要買的是歐規的武器 美規的武器 而且像德國 一下子軍備就增加了double 所以2022年一定還會繼續攀升 而在這樣一個全培的軍備競賽裡面 還有一個狀況給大家壓力很大 就是核子大戰 那核子大戰呢 洛夫洛夫就嗆說 只要美國繼續軍備軍援 烏克蘭的話 就會是核武大戰 第13世紀的大戰 然後這樣東西出來 美國說其實他們不擔憂 為什麼不擔憂呢 美國一直有類似像電腦模擬 像他們稱作叫做戰爭遊戲 不斷的測試 不斷的演練 最近的一次是2020年的2月 那個時候就演練 就是如果俄羅斯動用小型核武 針對北約的每個某一個美軍基地 他們怎麼因應 而最像最近烏克蘭的情況 是2016年的時候 當時他們設定是波羅的海三小國 然後跟俄羅斯發生了衝突 發生衝突之後 俄羅斯打了一枚飛彈 裡面有核子彈 炸毀了三小國裡面的一個美軍基地 那美國怎麼因應 美國怎麼樣回去炸 美國都有演練 但是他們也講 美國不會炸俄羅斯本土 會炸一個地方 白俄羅斯 然後白俄羅斯呢 也很特殊的是什麼 最近呢 因為波蘭不是想說 他們要放核武嗎 所以在那個加里林格勒 那個飛地上 然後加上白俄羅斯 普丁又加了新款的伊斯坎德爾飛彈 所以他們可以帶核炭頭的 就要放在這兩個地方 進行威懾 然後另外一個呢 俄羅斯也開始 又核威懾 或者是振奮他們的士氣 所以前一段時間 不是試射了 撒旦和這個飛彈嗎 他們在電視台特別說 一枚炸出去之後 紐約市可以死掉800萬人 結果他們的整個政論員呢 沒有想說 這是人類的浩劫 還在那邊咯咯的笑 大家就覺得說 整個俄羅斯 一也是不斷地升高 這個核武的衝突